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天 Bee 你帮我拿下那个bag 我跟Bee买的新家终于拿到钥匙啦 人生又踏入另外一个里程碑 刚办自己的人生冲的职 青铜直接upgrade到波金 今天的天空跟我们的心情一样 蓝天白云 晴空万里 现在我们要去跟那个刚出生的新家见面啦 有英国贵族味道的Guard House RFID System 手都不用拿起来 加持BewBew就糟了 那怎么办 赢了 现在过的这两个Boomgate的世界 是为了防止步伐之徒 跟着你的车进去你的家里的 看到这把红色领带的Guard 我就不自觉的想起我小学的班长 小区里面的马路盘都种满了绿色植物 一进来先看到这么大的Central Garden 我的Bee 迫不及待的冲下车 看着这个游乐场 让他不禁想起了他的童年时光 看他那虎背熊腰 是时候在这个游乐场坐下运动了 又是一股世外桃源的浪漫情节 喂 Bee 你在这么哦 OK 我的Bee已经不受控制了 唉 他这个体重 从滑梯滑下来的时候 我都不禁为那个滑梯心疼三秒 唉 你看 看这八根柱子 乘起的Guard 不只是代表着法 还寓一只八面微风 八方来才八九不理十 唉 这个是我自己家的啦 看到Bee 坐在这里思考 我已经知道他现在在想什么了 让我帮他配一下音咯 今年三十岁 我有一个漂亮的老婆 还在今年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梦想家 有财 有情 有家 根本就是人生大赢家 Whoa Well 找到了 就是这间啦 你看 你的Korea 很帅的哦 把全部东西都归类好在一个包里面 来 现在给你们看下我们屋子的外观 哇 很美诶 哇 选错时间来了诶 很晒诶 OK 我要快点进去啦 Fully Extended серيدي 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呢 就是屋身从头extend到尾 这样才不会浪费钱装修的嘛 大门是用真材石料的solid wood door 够大方 Atas的住宅区就是不一样 搭配smart lock system 整间屋子的alarm system 还有intercom都是ready了的 哇 这间屋子的ceiling这样高啊 还有这样大片落地窗 我最喜欢落地窗了的 诶 看现在没有开灯都这样亮哦 这边地步大不小刚刚好 还有一个小门可以去到car posh 饭亭的位置就这么对着这个小花园 吃饭的时候心情都好点啦 诶 weekend我可以救我的friend来这里 BBQ哦 你看到上面呢 黑色一只一只的是已经拉好了的 light point fan point aircon point 所以我们买了电器之后呢 就可以直接plug and play internet fiber optics是已经ready了 这个厕所套是给到full height的哦 shower screen都已经做好了 楼下的这个房间放个床再放个厨 就可以给爸爸妈妈来的收睡哦 毕竟我们也不想他们这样辛苦抹楼梯 这个干厨房的门框加个sliding door 煮饭的时候把它关起来 就不会弄到整间屋子油烟味 骂弟骂到我哭哦 这个厨房我要两边都做cabinet 收纳切煮都不是问题 你懂的啦 女人比较多batter的嘛 后面还有这么一个空间 嗯 可以拿来放洗衣机耶 而且这里阳光充足 适合洗衣跟晒衣 从楼梯到楼上的laminate timber地板也是给了的 看看这扎实的木系纹路 再加上这旁边强而有力的扶手 完全提高了这间家的品位 上楼梯一点都不觉得吃力 这个款式呢 楼上有三个房间 这个小房呢 我们要设计成home office 这种mco过后呢 我们就没有什么回去office上还了 楼上的每个房间都有自己的厕所 每个厕所都有这个大理石纹路的地砖 而且都是坐到顶路哦 二房呢 是要设计成阿哥的房间的 各位观众 我的主人房来了 你看看这个厕所 大大 诶 原来房间里面也是有intercom跟alarm system controller的哦 这里呢 放了个walking wall drawer 中间还可以放一个电视机 踩到extra king size bed 两片大大的落地床 一出来就是一个full size的 balcony 睡醒的时候走出阳台 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再看看这美丽的风景 再握着我的笔的手 期待着我们的未来 听那个seals person讲哦 这边还有剩几间还没有卖出去的 如果你们有兴趣做我的邻居的话呢 就可以到eco majestic的seals gallery 闻一下咯 这间是fullly extended semi-d 大概是一个million这样 今天我的新家开箱就这样啦 bye